好 喂 你好 销售部乔丽 十分靠谱的内幕消息 新任销售总监弗洛克鲁 三十五岁 男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计算机硕士学位 回国后在SCE担任销售 销售业绩十分突出 后自立公司 喜欢喝红酒 是法国卧夫红酒协会会员 最重要的一点 未婚 你不去当狗仔 真是八卦界的一大损失 谁还没点一气之长哦 等一下 我给你发他的照片 吕丽这么精彩的人 长相肯定特别平淡 老天爷是公平的 给各位介绍 你们新来的销售总监弗洛克鲁 大家好 我是陆芬 你们可以叫我Frank 接下来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项目要做 各位可能已经知道了 就是江州老国企 精通电子改制的软件销售项目 这个项目的销售金额是七个亿 所以美国赛斯总部 已经把它列为一级优先项目 由于人事变动的关系 我们起步比对手要晚 所以我希望各位准备一下 自我介绍以往的销售经验 还有对于这个项目的想法 我会在我的办公室里 跟大家轮流面谈 谢谢大家 弗洛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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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说吧 你到底想对我干吗 一般都是男的看见辣妹 有这种心理反应 你一个女孩子怎么也 不是 是我做 不是 不是 是 是通风口 太热了 算了 算了 反正我也说不清了 上总说你是第一天到销售部 之前我在VP的办公室做助理 怎么会突然跑到销售部来呢 本来我是想辞职 到一家小公司做销售 我把辞职书交给了程总 他就把我留在了销售部 就是前一天的事 看来前任VP很赏识你嘛 不是的 不是的 我跟程总什么关系都没有 他可能是觉得他人之将近 不不不 我不是说他快死了 我是说他快走了 然后就想做一点好人好事 所以就把我留下了 我跟程总是清白的 我什么也没说啊 能别这么激动吗 你不怕又流鼻血 不怕又流鼻血 好了 你说说吧 如果我把金总这个项目交给你 你会怎么做 你有什么想法怎么开展 我是个销售新人 没有什么经验 如果要形容我现在的状态 就是有勇无谋 如果现在给我一个单子 不管是大是小 我都会先拿出我的勇气去冲锋 然后在实践里边 不断地积累经验 我会一直保持我的勇气 不轻易地放弃和妥协 然后让我的经验尽可能快地 和勇气成正比 好 先这样吧 麻烦你帮我叫琳达进来 听一看 我真的把还换